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款采用了康宁第五代大新鲜玻璃,它刷性能比普通手机强四倍,配有满血版高通相蒙660AIE处理器,4000毫安时大电池,以及4800万的摄像头的新款红米手机,无论在配置还是性能上都让人眼前一亮。 此外,其长达18个月的保修期,更是打破了行业惯例,再加上标配版999元的定价。 那不少网友大呼,这是最前千元机,而销量也真实地反映了红米Note7的受欢迎程度。 1月15日上午红米Note7在官网正式开售,近8分36秒,数十万台手笔备货,便全部受信。 红米总经理卢伟斌在微博上欢呼庆祝,雷君子告诉广大米粉不要急,第二次开售,将在本周五开放。 此前有小米高管称,红米Note7第一个月的销售目标是100万台,这现在的情况看来,或许不难实现。 或许是因为红米Note7的奇才得胜,更多的人开始对小米2019年的发展看好,并期待起来。 而近日,小米公司产品总监王腾发微博称,以后红米专注极致性价比,小米会往高端走,所以不会再有蜜巴这么便宜的价格了。 这或多或少反映了小米未来的发展规划与趋势。 小米的尴尬自从2011年推出第一款手机,小米这个品牌在不少人心中便是高性价比,低价高者的印象,但这也渐渐成为阻碍小米发展的因素。 华为的历代旗舰的在中高端市场连连增长,另行开辟的荣耀也成功地在中低端市场打出了名头。 欧威两家,则通过大量的明星代言广告,与偏向女性用户的定位,成功地在中端市场独扎凹头,整体销量排名更是仅次于华为。 相比之下,小米的旗舰大多定位在2000家和3000家的区间,反而有些尴尬。 当下消费者的习惯在价格上的分化,比以往更加严重,追求性价比的,往往会更多地选择千元机,而追求高配置高质量的人群,对3000到4000以上的,也越来越能接受。 毕竟大多数手机,再贵也贵不过苹果。 在此种情况下,小米关注度最大的数字旗舰的受众市场本就已经小了许多,同时还要与华为、偶尔中端机相竞争,销量奶油太大的突破也情有可原。 至于其高端方向的小米MIX等系列,其部分就弱于数字旗舰系列,同时并没有太具优势的特点,对标记华为P系列,和同当次的手机来也较为艰难。 在网上关于小米手机的讨论里,常常有网友表示,如果小米的旗舰机和华为的旗舰机一样贵,我可能就不选小米了。 性价比标签的影响可见一般,这大概也是小米支持无法在高端机上有所进展的原因。 红米的功劳根据相关数据统计,小米旗下的所有手机,在去年整体销量排名过内第五,排在了华为、欧威、荣耀之后。 而根据权威机构IDC数据显示,2018年小米手机总销量达2841.3万部,其中红米系列所处的中低端机型销量为2206万台,占总销量的77.6%。 很明显,小米手机销量仍然以中低端的红米手机为主,小米手机的发展存在严重的营养不良。 依此看来,前段时间雷军宣布红米品牌独立,便是为了由红米主打中低端市场,与小米的其他系列独立开来,就好像华为与荣耀一样。 为此,他更是邀请经验丰富的卢伟兵,来全权负责。 与小米独立开来的红米,在发展上无疑会有更多的自由和可能性,其不容小觑的销量,也为小米以后心机的尝试和转型阵痛时, 在营兽上减少压力。 以四星期总之,产品总经网鹏的微博,物意让许多蜜粉开始对小米的下一个期间小米酒更加期待, 而最近也有不少网友爆料,除了小米酒可能拥有的配置与价格。 据网友爆料称,小米酒内置3500毫安置电池,支持32万快速充电。 另外,该机搭载小龙855,支持超中波屏下指纹,配备4800万像素摄像头等, 而售价方面,标配板价并为3199元期。 而3199的价格价2017年的小米6的2699,和小米8的2899,显然是一条明显的升值趋势。 这次300的涨幅,也略高于前几次。 小米软型的号角或许已经吹响。 小米4000,。 小米9100万小米. 小米5100万像素摄像之间。 10、20149,155元。 好,小米7100万大用。